不如我教你如何賺價, 有賺顏色 Scarlett, 前兩天美國的客戶 Smith會給我們的筆錢過了數嗎? 我稍後打電話去銀行檢查一下 用手機檢查就行了 這麼高科技嗎?怎麼檢查? 看不看收款追蹤嗎? 當Smith一會款的時候 你一按這裡就可以看到 實時追蹤 那就不用整天看著他何時才過了數 如果筆錢進入我們的戶口 就會收到手機應用程式的訊息 剛剛收到訊息說過了數 是不是就算出帳戶 或者換了SIM卡也能收到? 是的, 我們下個月 才會付款給內地的供應商 不如我教你如何自動度假 兌換人民幣, 賺價又賺額色 這麼便宜? 你先回去恆生商業e-banking 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嗎? 也可以 看不看外幣限價買一買 將我們的深水匯率設為倒價提示 那就不怕錯過了好價 那是否到價之後 他會即時幫我兌換? 如果你設定了目標限價本 一到深水價位 即時自動幫你兌換 如果早了到價 我就可以將兌換了的人仔 在找數之前做為定期嗎? 那就做到你說的讚額了 厲害了 都不管陳總說 還沒收到你昨天會出的筆錢 沒問題 是, 我馬上用付款追蹤 看看匯款進度 陳總在恆生中國有戶口 對, 我下次直接用e-banking 匯款過去就行了 三小時內就完成 還可以省下手續費 似乎公司的匯款 可以交給你 沒問題 原來懂得用這些功能 可以幫我們省省多點, 賺多點 讓我多研究 一機做到管理公司資金 和戶口運作 真的令我們做生意遲很多 幸好我們當時有在恆生開戶口 現在才可以這麼方便 恆生商業銀行為你想多一步 Digital Banking的每個細節 都為你做生意而設 幫你營運又快又方便 還沒有恆生商業e-banking? 立即上網登記吧 Digital Banking 你不必會支持 MING PAI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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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